所以對比之下 不管是不食人金煙火的講話 跟安 或者是不把人民的 改北市民的生活水平 放在眼裡的這個柯文哲 其實都是被人民看穿手腳 不是我們應該做的選項 不過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政見 或是每一個政治人物的發言 跟他跟選民之間的互動 最重要的是你的理念 跟你的態度 還有你的價值觀 這個免治馬桶這件事情 他要的是一個前進的 進步的清潔的台北市 那這樣的一個方向 其實有什麼好打槍的 大家一起共同討論嘛 那結果呢 那個陳時中一提出來之後 講話嚇得半死 說這是小事 便便是小事嗎 尿尿是小事嗎 是大事耶 每個人每一天都要有正常的 這樣的一個功能 才能夠健康的活著耶 只有你這個權貴子弟 對這件事情把他這個 棄如辟邪就罷了 那黃珊珊跟柯文哲言不由衷被揭發了 那麼這個一筆 不算太天文數字的經費 結果你們自己在這幾年之內都做不到 然後呢 等到人家做了 又出來再奚落 更嚴重的是這個選舉呢 已經變成了蔣萬安團隊呢 時時刻刻出包 而且呢 不知道是幾隻腳一起往前走 昨天晚上突然許曉星呢 哇如獲之寶 那公布了人家陳時中團隊的 競選辦公室的基層幕僚的 分機通訊錄 然後呢 這個分機通訊錄呢 第一個他所這個評論的對象是說 裡面有陳嘉行 有焦糖 第二個就是指出了有好多的 政治人物的第二代 比方徐國勇的女兒 其實徐國勇女兒很早就已經在 這個黨部上班嘛 我的印象 比方藍世聰的兒子等等好幾個人 然後呢 就把他大肆這個吹噓說 這叫做正二代聯盟 然後今天還有一個藍營的聯合報 居然有個特稿寫說 民進黨現在的陳時中團隊 有太子黨的隱憂 這個真正的太子是誰呀 那結果更嚴重的是 徐曉星公布這個通訊錄是觸犯個資法的 他如果被檢舉好好的處理 他是要罰50萬的 當這個陳時中競選團隊那個 發言人林楚英昨天第一時間 發稿去這個駁斥 而且去痛批的時候 他就開始刪文了 而且處理了對不對 那可是今天講完 據被問到的時候居然說 競選團隊成員不是什麼不可公開的事 沒有這麼嚴重 他沒有孤立到是你把人家的個資公佈耶 那第二個就是 當然陳時中對於選舉團隊 這個被公佈 他說很多成員競技出出啦 陳嘉行不屬於主導人物 還有其他的正二代 他在近似偷窺的公佈也不是很好 就是你沒有經過人家同意嘛對不對 當然他可能是有點有點虧 前幾天他們的宣傳影片被那個批評偷窺 那是有關的 更好玩的當然就是朗東所說的 那是陳總統你知道陳總統他做臺北市場的時候 我們大家印象最深刻到現在還是這樣喔 互證事務所的那個可能很多年輕世代不知道了 以前的互證事務所屈公所是高高在上的 自從陳水扁他做了臺北市場之後 把那個櫃檯壓下來 而且你現在到互證事務所去辦跟我們有關的 所有跟互證有關的事 甚至於財政有關的事情 財稅有關的事情 那個都是非常親民的 那個是陳市長的政績 而且當時是備受肯定的 好 所以陳水扁總統呢 他特別出來說 這個重視公測呢 就是市政建設可以由小看大 他講了一個真心話嘛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蔣萬安跟那個 黃珊珊跟陳時中 到底他們是在做什麼選舉 明明就是個市長選舉 市長就是為市民服務啊 結果我看到藍營還有一個這個圖耶 把人家這個陳時中弄成好像是一個 變態的狼鼠鼠樣子啦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而且在這個很多的傳聞當中 又用2018模式 一直想要把陳時中的民調給打下來 到底他們在憂慮什麼啦 這個蔣萬安身邊的這些人 就我瞭解就是說蔣萬安 現在對於空戰一直打不起來 他有這個濃厚的憂慮感 所以他前幾天還去找了趙少康 希望能夠藉由趙少康 最後就可以幫他拉抬選戰 請幾台後堂 可是問題就是說他陸戰 我們之前講過 因為他缺乏經費嘛 所以他就變成只能做那種小型的行腳 但是很多市議員就是說 你這個時間就應該做一些大造勢吧 氣勢整個碾壓過黃珊珊 所以他陸戰沒有錢 然後空戰的部分也沒有什麼打不起來 這個他是一個隱憂所在 那我先講一下昨天最新的發展 就是許巧欣 自己以為自己撿到槍 撿到炮 就去公佈了這個陳時中競選團隊 那就我了解說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其實蔣萬安他的反應是說 他非常的苦惱 你知道他並不是拍手說 喔 許巧欣這個讚喔 什麼我們來跟進 蔣萬安的這個 反而第一時間就覺得說 其實許巧欣有點這個在找麻煩 所以你看今天蔣萬安早上的回應 他其實前面的那個回應是說 許巧欣並不是他的競選團隊發言人 他說這個是議員自己個人的問證 他是整個把他切得很開喔 他後面他後面才補充說 什麼競選團隊不是什麼不公 不外 他後面是在幫他圓一下 因為他也不好意思對當面對這個許巧欣 不方便在這事情上直接去開幹許巧欣 但是就我了解說 他昨天晚上對這件事情是蠻苦惱的 那點一個蔣萬安這位公子 這個明明就是大家最鍾愛的勝選的 這個國民黨的臺北市長候選人 連許巧欣都擺不平啊 因為坦白講了 你那些有就是市議員 國民黨市議員沒有幾個有戰力的嘛 那許巧欣相對是比較有話題性 有戰力的 結果是到達他一爬車 那為什麼這個蔣萬安會覺得說 許巧欣這個是給他造成困擾嗎 第一個你公佈的目的是什麼 對啊 我們要問嘛 你公佈的目的是什麼 這有傷害到陳時中嗎 當然沒有啊 那如果說你的目的是焦糖 是陳嘉型的話 那說實在的 大家不喜歡陳嘉型 那為什麼陳嘉型不能去浮選呢 還是有一些人對陳嘉型的印象 還算可以 也算還不錯啊 那好 那就算一百萬人討厭他 那為什麼他不能浮選呢 對你的目的是什麼嘛 那再加上陳嘉堂也沒有要選啊 所以你打他要看嘛 第一個目的是什麼 所以你不知道你的目的 好 第二個你要打到正二代 結果沒想到你打到蔣萬安自己 蔣萬安自己也有想到這件事情啊 而且坦白講我們經常記者 打正二代是又有多沒有自知之明 多笨才會去打民進黨的正二代啊 對 所以我就說許巧欣 你這個目的是什麼嘛 這就你沒有任 就是你的目的是反效果啊 對啊 那坦白講今天蠻好笑的啦 我們在記者誌裡面 也有討論到這件事情 這些正二代其實並沒有什麼名欸 你講出來他們是誰啊 譬如說你講那個蘭又倫 你還要講說蘭世聰的兒子 所有的名字都要講他爸爸 大家還要想蘭世聰是誰 還要先想一下 然後再來 你也講說什麼姚 不好意思 因為人家可能不一定想吐光 姚文家的女兒 對啦 那譬如說什麼 許國勇的女兒 坦白講這個你不講他爸爸是誰 你還不知道他是誰 對 那你講蔣萬安 大家就知道說你的阿咒是誰 就是這些正二代並不是很有名 而且人家不一定是想從政 你們的市長候選人就是一個標準的黃金權貴 鑽石權貴 還好是講別人是那個 二代太自大 但是這些人其實都是看蔣萬安不順眼 有人跟我說他懷疑這些人 其實就是想把蔣萬安給搞下來的人 我不覺得許好欣是這樣 只是說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我相信第一個目標是想要找成交團的麻煩 第二個是他是覺得說想要凸顯說 這個陳時中的團隊是正二代 大概是這樣 但是沒想到這些回力標都回到了蔣萬安的身上 那第三個就是說你公佈這個 其實真的是違反這個個資 還有違反理資 因為這個坦白講 講那個陳時中競選團隊 這個算是你如果以私人企業來比喻的話 你私人企業的這些通訊錄 還有這些人的名字 其實是不能暴露的 如果你說公家機關 你還可以找得到 問題是這個講 陳時中這個算是有點 算是私人企業的性質 你怎麼可以去把人家的這個名字 還有把人家的這個分跡給暴露 所以我知道許小欣 也應該知道這一點 不然以他那種比較強硬的個性 他是不會去 通常不會去三文 會去下架這些文章 或是把他做這個描黑的動作 就是但是他截圖 已經可以去檢舉他了 已經可以告他了 對不對 台北市政府要開法 所以事實上許小欣 這個動作確實是有有問題的 所以才會造成蔣萬安的困擾 這變成是一個反效果 那事實上你你這個目的沒達到 那反而你給蔣萬安造成的麻煩 那回過頭來 那蔣萬安最近就是被人家詬病了 就是說你的議題站 你左邊不如陳時中 你右邊不如黃珊珊 至少陳時中有提出了一個公測問題 引發討論 那你黃珊珊 你再怎麼樣也提出了一兵的問題 也可以提供討論 那蔣萬安在議題上是相對顯得弱 那大家都要問蔣萬安 你現在是等著對手出錯 或是等著對手出包 你就還是躺在那邊 還是一個人設的問題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他最後才他最後不得已 才去找了趙少康出來 然後希望趙少康也可以幫他 在空站上面打打 他本來不是八二三 這個本來是要做活動 也有去升旗啊 但是好像陪的人是小貓兩三隻嘛 他九三軍人節也沒開始做 現在要做什麼 十月三十一號 蔣公華旦 他那個升旗也是出了一個包 他那個升旗就是 他後來不是先內湖國宅沒見到嗎 然後去見了那個大同 大同區的那個地方 就後來因為他沒有錢 所以沒有搭棚子 那天又特別的熱 然後又九點開始 但等到每個人都要上台講話 那講到後來呢 這些那個來參加那些阿公阿伯 通通都走光了 然後議員都在後面罵說 這麼熱你為什麼不搭棚子 你至少搭個棚子 讓大家可以乘個量 所以他連一個基本盤選舉 應該有的這些SOP都沒有 就是蔣公華感覺到是 現在是做這個也錯 做那個也錯 本來是吃這個燃養 吃那個燃養 但是我告訴你 現在變成吃這個也中毒 吃那個也中毒 好 太厲害了 謝謝 謝謝 沒有辦法去打球 那一方面當然很遺憾 那一方面也藏著了 因為也很久沒有打了 政府 沒有 rented 沒有 Sand 我們 發職 我是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